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有缘无分,大概是世界最大的一种遗憾了 毕竟两个相互情形的人最后却不能走在一起 任谁看了都会叹一声可惜 一如演艺圈中,许多异性诱人之间 有过许多暧昧时刻 但任凭大家敲碗,希望他们在一起 可那成人恋情的官宣,或者是一纸婚书 却怎么等也等不来 而文定友和谢金金之间的关系更是耐人寻味 谢谢两人踏上史源岛的邮轮演出 外出休闲时,因为穿着琉球传统服合照 一度让老板与摄影师误会两人指新婚夫妻 平平恭喜,要幸福永远 而旅游的粉丝们也拿起相机梦拍,并平平恭喜 日的两人急着平平解释道 没有的事,只是蠢拍照,这是个美丽的误会 当时,谢金金的父亲朱格亮还未去世 正在医院休养 为此烦恼牵挂的谢金金 在演唱《思念你的心》时,不仅红了眼眶说 感谢大家对老爸的关心 台下有观众也大喊,朱格亮早日康复 现场更响起热烈的掌声回应 而演唱过程中,文定友则因为云船在舞台上陷写扑道 没想到造成意外效果,成为整场演出的亮点 这些年来,他上邮轮演出不下20次 云船对他而言却是头一遭 有意思的是,以前他一直为失眠所苦 因此最喜欢借用床上的摇晃猪眠 但此次因为台风刚过,被外围的侵流影响 导致风浪过大,让他一上船就挂了 原本自信满满的他还坚持不吃药 结果脸吐十多次 连在后台也随手拿着呕吐袋时刻准备着 演唱空档则继续吐 不过上了舞台,他瞬间精神抖擞 只是唱到后半段时又是一阵风浪来袭 让他差点再次跟着扑道 而此行唯一神强体见的谢金金 则说都是靠着意志力在支撑 当时他脚灯15公分的高跟鞋 上台前特别要求文定友全程牵手 以防自己摔跤 他对此也是非常感谢文立友的贴心 此外他还透露 每次到外地老爸都会有不同的叮咛 例如要注意安全等等 而彼时在休养中的老爸也不忘叮咛 舞台上演唱要温柔与从容 更要展现大气 一度让谢金金直说 你别再操犯这些了 安心休养我都记住了 而除了在游轮上享受难得的游行外 王立友和谢金金还登上十元岛闲逛 也在岛上的寺庙里 特别为父亲求了健康御守 希望老爸每天都健康 奈何如今私人已去 也成了谢金金心中永远的遗憾 当时朱根亮因大肠癌病逝后 作为谢金金的师兄 王立友当即从新加坡返台安慰谢金金 与谢金金情同熊妹的他 过去曾与谢金金合唱过许多情歌 而备受粉丝喜爱 两人还曾搭档为朱根亮的告别作 《大调歌》演唱电影主题曲 此举过后更被外界视作《荧幕情侣》 王立友甚至还隔空对朱根亮感性看话 照顾谢金金这个工作 就交给我这个大哥哥 他很乖 相信往后还是一样 所有观众都会爱无及无地支持谢金金 但他也难言难过地说 大家的心情都很复杂 朱大哥留给我们很多欢乐与回忆 现在还觉得这件事是假的 当地友人更拖搭带珍贵药材 要给朱根亮服用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他曾封朱根亮为《行目中的神》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开车 载着朱根亮与谢金金去吃饭 结果却因太紧张而一直迷路 饭被朱根亮亏 要不要改叫计程车 顿时让他觉得好处 用餐时朱根亮则毫无价值 不仅舀汤给他喝 也感谢他如此照顾自己的女儿 此外 其实在得知朱根亮去世的当下 他并没有给谢金金传讯 一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再一个就是相信谢金金 会很坚强 一定会撑过去 说到两人的感情 虽然外界一直希望他们在一起 但两人却从未点过头 事实上 已经快要50岁的翁立友 常被妈妈催促着赶快结婚 他对此则表示 虽然自己也渴望恋爱 但因为长期都在进行商业活动 工作满档所以没时间 不过他与谢金金的暧昧桥段 却是一个结一个的出现 有次媒体拍到他身穿运动套装 戴着眼镜 大般朴素的先生信义维修映成 身旁则跟着长发飘逸的谢金金 两人一路上想谈圣欢 互动自然有亲密 散场后 他也耐心的等待谢金金上厕所 就算已经看完电影也没有立刻回家 而是在附近散步聊天 两人的互动就像感情正在萌芽的小两口 随后谢金金就被问到与南方的关系 他本人没有直接回应 仅仅透过唱片公司表示 看电影是他偷偷买好票 并主动邀请南方去的 此举是为了感谢翁立友对他的照顾而已 不过以暧昧的透露 蒙立友就像他的大哥哥 至于未来会怎样 谁都不知道 既然是欲待暴流 并没有把话说死 蒙立友则认为 她是个可爱懂事的女孩子 被问及妈妈是否重音女方 则只是笑着以哈哈二字回应 并没有准备回答 而据唱片公司员工透露 他与女方平时互动就已经非常好 时常互相大闹就像恋人般相处 恋情似乎真的有迹象特循 值得一提的是 王立友感情未过的同时 健康却也出现了问题 之前他罕见开直播与革谜互动 但是在长达43分钟的直播中 他不停地在眨眼 左眼和脸部也会不时抽动 瞬间引发大批革谜担忧 进一步了解才得知 原来他自小就有肝眼症 而且是天生的 十几岁时曾到彰化一间眼科就医 当时他询问医师是否有办法改善 没想到一时一举 你这是绝症 让他吓傻 这也导致他常年都得准备 人工泪液和野药水 更不能太过疲惫 可没想到因为有关他眼级的报道 竟然让他迎获得福 据他的唱片公司透露 曾有相关厂商照上 王立友做代言 还有三四间厂商送保健食品给他适用 连革命都贴心的提供偏方给他 让他倍感握心 他也强调自己会多多休息 随时注意眼睛的状况 而回想王立友一路走来的经历 其实颇为坎坷 出生于1975年的他家庭十分勤贫 七岁就得做手工铁补家用 而且父母为了北上挣钱 一直将他寄养在外公和外婆家 初中毕业后 他便白天在旅门窗工厂上班 晚上则就读彰化十大复工进修 并担任乐队指挥 在高二那年 得以在同学庆生会上展现好歌喉 随后参加校内歌唱比赛 并顺利夺得第一名 自此之后 父亲看出他的歌唱天分 为了让他跟上一层楼 便帮他报名歌唱训练班 每天受训八个小时 悄悄开启了王立友的歌唱生涯 1995年 他以本名参加21世纪 新人歌唱排行榜 摄情组比赛 虽然失败 但也让唱片公司友谊签约 无奈因当兵而暂时搁置 两年之后退伍 在大旗唱片 写下经典专辑中除世提升 并退出首张个人专辑 但专辑并未受到青睐 为了生计 他只好先放下梦想 转行买大闸蟹 靠证照销售保险 一度穷到 一餐只能吃一颗七块钱的茶叶蛋果腹 长期低潮实质的情况下 他越来越沉沦 进而陷入犹豫情绪 无法自拔 甚至还有长达七年的叙旧恶习 静静把自己搞得不成人样 直到某天深夜回到家 看到妈妈躺在沙发上等他 瞬间感到惭愧与自责 因为自己太不孝 从此之后大梦初醒 继续在歌唱领域奋斗 后来他终于以妈妈的背影等歌曲 做红大街小巷 事业发达后 他也不忘奉献社会 曾捐出420万元帮忙流浪动物 一直给人不错的印象 说到20多年来 他更是从未出现过任何负面消息 但之前被击牌妹指控动手动脚的事情 让他多年来建立的形象蒙上隐隐 据悉一次对稿时 击牌妹确认只要介绍 王力友从主着走上台 自己就可以协退上 让人不会有任何交集 不过就在他介绍王力友上台后 王力友随后叫住他 力友是穿着一身红旗袍的击牌妹 和穿着红西装的他服装相衬 所以希望他能站在台上陪他唱歌 随后王力友在没有卡拉带伴奏的情况下 直接要求合唱 期间他还故意将歌词改得相当暧昧 但鸡牌妹还是强忍着不时唱完 好不容易结束对唱 王力友又开始跟他盘谈 而且越靠越近 此举让他挡场愣住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身后喘烂的触碰感 而王力友仍大力称赞他主持表现号 甚至还说要为他开公司 他的这一切完全不解 而王力友熟练且针定的模样 让他怀疑对方这不是第一次 此事发生之后 王力友所属的好级唱片迅速发表神迷 表示他相当尊重异性演出者 舞台效果都是要让演出更为神动而已 并再次强调他自出道后 一直都是洁身自爱尊重女性 然而尽管已经除面解释 可还是影响到了他的心境 甚至还徒手似经 这段过往至今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但许多喜欢王力友的听众 从来都不相信鸡牌妹的说法 甚至还有人说 他都没有谢金金号 王力友没必要对他开游 不管如何 鸡牌妹早就成了王力友的过去世 唯有谢金金平凡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我们也祝福这两人能早日修成正果 就算无法在一起 也希望他们可以各自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